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宇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的第13个季日 因为似乎这一两天的媒体 大家都在关注成都49中的事件 而对于每年的5月12号 汶川这个事情似乎有些麻木 好像就这么回事情 再加上中共政府实施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政策 在这天不让你娱乐 不让你登陆游戏 甚至各大门户网站、社交媒体 他们都得清一色的把自己的夜首弄成黑白的 弄成几只白蜡烛 乌鸦三宇对这个非常反感 到底他妈是谁给中共的权利 定下这些狗屁的法律 乌鸦三宇觉得 中共这样强行的干这种事情 它只会让民众对512地震 对汶川大地震的纪念日 有反感的情绪 它不可能有正面的引导作用 因为任何的感动 它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 它需要发自内心的 任何强制你去感动 那都是耍流氓嘛 但是话分两头说 中共不仁 但是我们人民不能不义 在这一天我们要知道 还有很多的当年失去自己孩子的这些家长们 他们还在为这些 因为豆腐渣工程而引起的悲剧 而进行奔走 所以乌鸦三宇觉得 我们应该有必要去关注他们 本期节目 乌鸦三宇和大家说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在汶川大地震当中 因为豆腐渣工程而失去孩子的这些人们 他们现在的境况如何 第二个事情 是在当年的香港 为汶川进行筹款的时候 整个香港不足700万人 捐出来了230亿 这笔钱的数量 仅次于中共政府自己拨出来的赠债款 可是到了今天 又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件事情呢 香港在进行民主抗争的时候 又有多少曾经接受过这些赠债款的人 他们一口一个香港废青 在骂着这些曾经给他们捐过钱的人 这背后的原因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下面乌鸦三宇就和大家聊这两个事情 汶川地震 它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天灾它只是起因 而人祸才是真正造成大规模伤亡的原因 这里乌鸦三宇和朋友们分享几张图片 现在图上的是六对新人 他们穿着婚纱 穿着礼服 在彭州的白鹿书院拍摄婚纱照片 这之后地震突然来临 摄影师的照相机都没来得及收起来 周围的房子已经垮塌了 现在这张图片是 08年的5月15号 救援队在石方市的红白镇中心小学 进行搜救活动的时候 找出的埋在废墟之下的孩子们的书包 当然这些书包只是一些遗物 他仅仅是等待这些失去孩子们的家长来认领回去之后 可以对这些家长受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 得到稍微的安慰 在13年之前 究竟有多少个孩子 葬生在了那些瓦礼之下 谁也说不清楚 在2008年的5月21号 四川省的教育厅厅长图文涛 他在教育系统的内部会议上边 通报了这样一个数字 整个四川省的教育系统 总共有6581人死亡 其中学生占6376人 还有1274人失踪 1107人被埋 我们把学生的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是8587个人 在当年的汶川地震当中 官方所公布的全部的死亡人数是7万人 初算一下 就在这7万人当中 单单学生就占了10% 并且中共政府所公布的这些数字统计 仅仅是截止于2008年的5月21号 也就是统计到地震发生后的第9天 再往后的就不算进去 一场八值的地震 它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城市 它都将会出现伤亡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 它的学生的伤亡 对孩子们的伤害会那么大呢 那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学校的建筑质量有问题 在这一次地震当中 倒塌的学校 倒塌的这些教学楼 它们里边甚至连干净都没有 而政府建筑大楼的情况明显好于学校建筑 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原本划给这些建学校的钱被贪污了嘛 这些原本构建高质量建筑的预算 被中共的官员们一级一级地吃拿卡要 这笔钱最后到了建筑城包山以后 如果说它不偷工减料的话 那么它非但没有钱赚 很有可能还得亏本 大家说这不是人祸 它是什么呢 中共它们是一群长着成年人的脑子 可实际上它却只长着一个孩子般大小的手脚和身躯 它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怪胎 所以中共所做出来的所有这些荒唐事情 它就如同说我们在看卖家秀和买家秀是一样的道理 它们脑子里边想到的是卖家秀像这样 而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却是像这样 汶川这些豆腐家工程的学校也是同样的道理 地震发生以后的十年时间里边 一直到2018年 仍然还有这样的一群家长 还在为当年这些冤死的孩子们奔走 它们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 在这些维权的家长里边 有非常多的人 它们自己就是建筑工人或者是建筑承包商 在中国它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包工头 这些人它们对建筑质量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 它们就是以建筑来谋生的 它们在质疑为什么自己孩子上学的这些学校 这些教室这些建筑物都会在几秒之内倒塌 它们在倒塌的学校内进行了非常多的取证 在现场提取了干净以及一些建筑材料 它们发现这些材料问题非常的大 于是它们开始组织起来 要求政府出来给它们主持公道 当年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现场表示过 如果确实存在豆腐渣工程 那么政府肯定会追查到底 今天上午已经运出五十多名 党和政府关系你们 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 要搞好救灾工作 要把孩子们看好 这些维权的家长 他们就是傻傻的把中共党魁的这样的一句话 当成了他们的信念 因为按照中共多年对于人民的洗脑来说 党中央都发了话 国家总理都发了话 那这个事情铁定是得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 这个维权之路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 最初他们把自己定义为上访人士 每年约上一百个人一起走出去上访 可是警察却派来两百个人 是他们的一辈 把他们包围起来 就跟他们好 就跟他们折腾 一边是花着自己的积蓄 怀着自己悲痛的情绪 为自己孩子去奔走的这些家长们 另一边是拿着工资 拿着纳税人的工资 拿着出差补贴 交通补贴的这些警察们 那大家说谁好得过谁吧 所以这些可怜的家长们上访无门 一次一次的被赶了回来 每一次的邀约上访都以这样失败而告终 于是这些伤心的家长们 他们转变思路 那既然说我们上访走不通 我们干脆去上诉吧 我们干脆去法院告他们 告这个教育局局长 告学校的校长 告这些建设局的官员们 但是他们的想法再一次落空 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受理他们的诉状 给出的结果就是一支不予立案决定书 上面没有任何不予立案的理由 于是这些可怜的家长们 又被逼回了上访的道路上 随着地方政府对于这些上访人士的分化 各种打压的手段就用上来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控制媒体 勒令各大新闻媒体 不再对这些人这些事进行报道 任这些家长们如何邀约 如何声势浩大 如何一起去发声 但是中国的媒体 对他们集体关上了大门 不会有任何一家媒体会发这样的稿子 即便有心软的记者 到了现场拍了照片 写了稿子 但是他的主管 他的总编辑 绝对不可能让他发出去 当地政府把他们当成管制分子 说他们危害稳定 他们逐渐的感觉自己 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了 很多人也就逐渐的放弃了 到现在还在坚持上反的呢 那真是极少数 就在这一期间 有个名叫唐作人的作家 他展开了一个独立调查 在当年地震的灾区 寻返这些有着善子之痛的家长们 一边收集证据 一边再为这些家长们发声 他起扫了一份 名叫开展512 校难调查的公民建议书 他把这个公民建议书 寄送到国家信贩局 中纪委监察委 四川省人大 成都市人大 等等15个中央和地方的部门 但是最后得到的反馈是 快递站告诉他 这些信件他们不能寄 除了五封信件被直接退回之外 剩下的信件都被扣留在了快递公司 被退回的信件没有任何理由 唯一就是成都市人大 给出了明确的理由 拒绝接收 这一系列的公民行动 最后终于给唐作人带来的灾难 中共政府开始盯上了他 09年的时候 成都公安以唐作人 曾经纪念六四活动为由 把他从家中带走 第二年 他被成都中纪人民法院控以 涉嫌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直到2014年才得以出狱 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惧怕人民的一个铁证 他害怕像唐作人这样的人 把人民给聚集起来 把人民给凝结起来 组织起来 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 当他们给唐作人安罪名的时候 这不同时也给中共的头上 安了一个罪名吗 大家说 哪一个想要去颠覆国家政权的人 他会给你这个政权下属的中纪委 监察委 人大去寄信 他不是都要颠覆你了吗 他为什么还要去相信你这些职能机构呢 所以就说 中共做事情 他们从来都不要脸 也从来不怕被打脸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脸嘛 在08年大地震发生以后 有一个数字非常震撼我 香港的人民从富豪到普通百姓 他们的捐款率达到95% 他们的捐款总额达到230亿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口还不到700万 相当于每个香港人都拿出了2700块钱人民币来进行捐赠 这些赠灾的款是除了中国政府自己的拨款之外 最大的一笔钱 它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捐赠总和 乌鸦三宇也相信 只有在香港这样有法治 这样健康的社会制度里边 人们才有可能做出这样正确又健康的事情来 但是反观中国 在中共的变态洗脑之下 他们把人民都洗脑变成一些心中充满仇恨 无法进行独立思考 只会蛮从的一些行尸走肉 就是这些人在香港进行民主抗争的时候 有许多的人他们都留下了流感不流人这样的说法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们只是看见有人这么说 所以他们也就跟着说罢了 我稍微做了一个调查 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愚蠢的小粉红们 这里有一份图表 在2000年的时候 中国网民的组成里边 大学学历以上的占了70% 如果说把大学和高中中庄加起来 那占了93.6% 初中以下的网民只占6.4%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100个网民里边 70多个都是大学以上的学历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初中以下学历的网民占到了59.6% 接近60% 所以说 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那些小粉红们 出口成章 动不动就去问候一个人家的女性亲戚 这跟网民们低学历的比例增加 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好 我说的有些远 在今天第13个汶川大地震的纪念日上 最后乌鸦三宇也不想说那些俗套的祝愿的话 为谁祈福 祝谁安息这些话 咱们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大多数的中国人 远远要比这些已经安息的人要累得多 所以在最后 乌鸦三宇只有一句话 祝中共早些倒台 因为他们才是万恶之源 下面我给朋友们精选了四段影片 您可以任选其意继续看下去 本期节目我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